大家好,现在我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刚才回到手指气囊的具体技术要点。 当对方抓握过来的时候,首先他的一个指头是暴露出来的。 这是我们的利用时期。这时候注意力,你要看着对方的眼睛,不要眼睛看着对方的手指,以免引起对方的注意。 我们观察到他单指的时候,对方要保持他能去,也不要往自己身上挡,这样要保持他进入。 也不要往旁边,这是我们的手注意,从下面握住对方的单指。 往上,往下,保持直立,控制住。 拇指可以这样,这样进行往往。一定要握紧,控制,往下,往下压。 往下压的同时,对方他可能就完全会弯曲。 这时候,所以说你要再往前移,拿给对方。 这样悬崖,效果会更好一些。 还有另外一种,当对方抓指的时候,我们可以握对方一致,往下旋转。 对方的时候他可能受痛,这时候压不动,我们可以旋转一下,把对方挑起,往上。 这样进入我们另外一个环节当中,可以为后续动作做连接准备。 行动的通过来,尽管手放入我们的一个担长。 放入我们的一个担长。 皮目和赤外套合同时,每时都拿来了。 手提前,还是勾护一个? 整个的担长。 感谢观看